哈囉,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呢,要通靈的主題是 你有哪些指導靈? 以及他們要告訴你什麼呢? 好,那在占卜開始以前呢 悠悠想要先帶大家做一個簡單的 清理自己跟提升頻率的冥想 那大家可以把檯面上的水晶症截圖下來 那平常呢,你晚上想要清理自己 想要冥想的時候呢,就可以觀想這個圖 或者是看著這個圖來做冥想療癒 那你可以提醒你的靈魂團隊協助你這個樣子 好,那現在呢,大家呢,請幫我看著這個水晶症 讓它深深的留在你的腦海裡 好,這時候呢,開始調整你的呼吸 那這時候希望大家是可以坐著的 就是坐正的一個狀態 然後調整你的呼吸 慢慢地深呼吸 慢慢地吐氣 慢慢地去感覺你的氣息走到了哪裡 那這時候呢,請慢慢地把自己調整成 你的呼吸氣跟吸氣是同一個長度的 不用特意去數,但你可以去慢慢地感覺 你現在是呼氣長呢?還是吸氣長呢? 因為這都代表著我們的內外是失衡的一個狀態 當你某一邊比較長的時候 對,所以這時候我們慢慢地把它調整成 你的吸氣跟呼氣是同一個長度 慢慢地調整好之後呢,你就可以看著這個火焰 那火焰本身是具有非常強大的進化效果的一個元素 所以平常呢,大家可以多點點蠟燭啦 或是點一些進化藥草 去幫助我們做一個空間或是自己能量場的一個進化 好,大家盯著中間的這個火焰 感受一下這個火焰的能量在你心中蔓延開來 接著閉上眼睛 慢慢地讓這個火焰充斥於你的四周 用觀想的方式 去讓這個火焰充斥於你的四周 這時候請你下一個意念是 提前你的靈魂團隊透過這個火焰 可以協助你 協助你清理你現在周圍 不屬於你的能量連結 慢慢地 慢慢地去讓這個火焰在你四周展開來 那這時候可能有些人會有一些畫面 沒關係,讓它流過就好了 接著在心裡不斷地感謝自己 感謝你現在所處的一切 感謝你所想感謝的人 就在心中不斷地去感謝 當你感謝完了之後 請你深深地擁抱自己 感受你受傷的心 受到了慰藉 不管是多痛的傷口 不管是多絕望的困境 不管是多絕望的困境 請你相信 這個宇宙 這個世界 你身旁的人 以及你 都是充滿慈悲的 都是充滿愛的 就像這火焰一樣 炙熱的感覺 會包圍著你 你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 慢慢地讓自己回歸於平靜 慢慢地讓自己回歸於平靜 慢慢地讓自己適應現在當下的環境 接著就可以睜開眼來看看你的四周 看看你自己 你仍然安然無恙地活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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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就是 清理自己的方式 但這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清理方式 我覺得要去清理到自己 必須你要先認知到問題 那這個方法只是 讓我們可以快速地讓自己整理好心情 整理好我們的情緒 然後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去面對自己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陷在情緒裡面 或是陷在一些困境裡面 然後會把自己繞進死胡同裡 那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一個冥想 是能夠幫助我們快速地把自己收斂好 快速地把自己整理好 然後好好的去面對問題 當然有情緒的時候一定要讓它流落出來 不能去憋著 不能去蓋住它 因為這只會越乾越糟 或是會讓你很不舒服而已 對 所以大家有空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點開這個圖片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冥想 那當然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水晶 你也可以 提醒你的靈魂團隊 協助你擺出一個屬於你的水晶症 然後來做進化 對 OK 那我們就進入占卜的環節囉 好我相信大家應該對指導靈這個詞不陌生 因為畢竟很多地方都會提到 這個名詞 那我這邊就以我自己理解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講解 那指導靈是我們在靈魂投生到地球以前呢 我們會跟一些靈魂做約定 那在我們投生成人類之後 他們會成為指導靈來協助我們 那有一些呢是我們在可能一頭生到地球的時候呢 他們就存在在我們身邊的這個指導靈 那有一些是我們走到某一個課題的時候 他會突然中途加入這樣的一個狀態的靈體 然後他可能也會中途離開 那也不代表說從頭到尾一直從出生就跟著我們的指導靈 他不會在中途離開 會他會在我們可能處理完相關課題之後 他就覺得他的任務圓滿了 那他時間到他就會離開 對 所以指導靈他並不是一個我們只有一個 我們有可能有很多個只是可能不同時期 他在我們不同的課題步層上來做不同的協助 所以每個指導靈他所負責的範疇是不一樣的 OK 那所以呢這邊可以講到說 每個人呢可能 除了會有神明類的啦 或是什麼天使類的啊 神獸類的啦 可能甚至你可能會有一些是妖怪 像我自己本身在 前一陣子對妖怪很有興趣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指導靈 他是一個妖怪 那他是來教導我說認識妖怪 然後去理解要如何跟妖怪相處 然後還有就是如何去捉妖等等之類的 像這樣 可是當我結束妖怪的這個學期的 體驗的這個過程之後 這個指導靈他也就離開了 OK 那講到這邊呢 那我們就來看看今天 我們透過通靈占卜 來幫你看看 你的靈魂團隊裡面有哪些指導靈 那他們又要告訴你什麼呢 那今天的這個範疇是很大的 可能不一定是指神明 不一定是指什麼樣的存在 反正就是我看到什麼我就會講出來 對 那大家一樣這是一個大眾占卜 希望大家可以去聽取跟自己有關的 訊息就好 你不需要去把自己完全的套入在這個訊息裡面 你只要去聆聽跟你有關係的就好 你有感覺的就好 對 那一樣這個主題他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你可能過一段時間覺得 我想看看有沒有改變 或是我想看看還有沒有什麼訊息 是我上次沒有注意到 但現在可能會跑出來的 那都歡迎回來一直去做這樣的測驗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台面上呢 有三顆礦石 那我這邊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第一個 這個是冰河水晶 非常漂亮的冰河水晶 非常的透 它是尼泊爾的冰河水晶 OK 那我自己是最近非常非常喜歡冰河水晶的 因為他們的頻率跟能量是非常的飽滿 跟它的震動的那個 頻率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它的 好 第二個這個是天使石原礦 OK 天使石原礦 那我覺得它本身是散發的一種非常柔和的氣息 跟天使一樣 那第三個這個是綠幽靈水晶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一個水晶柱 那我本身在冥想的時候也很常使用到它 OK 好 那今天一樣在每個解答後面呢 我都會替大家抽大天使療癒卡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大天使療癒卡 OK 那一樣在每個解答之後我都會抽三張來作為祝福跟一個整理 OK 那現在呢 就請大家看著這個檯面上的三顆石頭 然後在心裡想著我想知道我有哪些指導靈以及他們要告訴我什麼呢 OK 那你可以閉上眼睛慢慢調整自己的呼吸 然後在心中問自己 我剛剛所提問的問題 接著打開眼睛 平直覺選擇一顆你最有感覺的礦石 那一樣我也會把每個答案的時間呢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按照時間軸去做點選去做聆聽 那要是喜歡今天這個測驗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進入解答環節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顆冰河水晶 那選到這顆水晶的朋友呢 你的指導靈有哪些 以及他們要告訴你什麼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通靈看看吧 這一組的朋友我看到蠻多高靈類的存在 就是那種揚聲大師啊那種 那種那種那種 那種高靈的存在 我怎麼重複兩次了呢 好 這頻率真的很高 好 我看到第一個是 我第一個浮出來的 我看到的是觀音 好 這類的朋友你們跟 你們的指導靈團隊裡面 有類似觀音這種慈悲慈愛的 存在的高靈 那不一定是指觀音 有可能是類似觀音的 存在的那種狀態的高靈 那種存有 所以通常都會是一個比較慈悲 一個比較 那種慈愛 充滿愛的感覺的一種高靈 那他在這個地方要教導你的就是 你如何愛自己 如何去 用暗開代這個世界 用溫柔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 觀音還要告訴你的是 你有能力去度化他人 但是在度化他人以前 你要先度化自己 你要先解開自己的結 你才能夠以慈悲的胸懷 去面對人群 去面對大家 那我可以看到你跟紫色的能量也是非常有緣的 非常有共振的 那紫色的能量是一個什麼樣的能量呢 它是一個我們頂倫的能量 它充滿著一種 宇宙的思想 宇宙的意識 一種非常高頻的能量 那它要 會跑出這個紫色的 其實是要你去想想看 你有沒有好好整理你腦袋裡的思緒 你有沒有好好的去整理你 繁雜的心智 因為其實我可以看到這群的朋友 其實你們是允許這些恐懼 這些繁雜的思緒 就是隨時隨地的跑出來去吞沒你的 但其實是有能力去整理它 去釐清它的 所以你必須去看到這個部分 你必須去靜下心來 花一點時間 不管是用寫文字的 或是打字的 或是讓自己有一些冥想的時間 去整理這些 可能生活中的各種思緒 各種讓你感受到不舒服的情緒 這邊也是觀音要告訴你的 你必須去靜下心來 去整理自己 這個是非常必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對 因為觀音它是一個非常平靜 非常的平和的一個存在 那你必須就以這樣的一個狀態去面對自己 它也在教導你這件事情 當你能夠用平靜的狀態去看待自己的時候 你自然會產生慈悲的內心 你自然會認同這樣的你 當然會對這樣的你感受到愛 這個是一個相關聯的狀態 不好意思 因為當有一些能量振動的時候 我身體會有一些反應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群朋友 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指導靈 我有看到一些朋友 你們會有獨角獸這樣的一個存在的一個指導靈 獨角獸 然後一些 還有美人魚 像是這樣的一個存在 非常神獸型 那種靈獸型的感覺的一種存在 那獨角獸跟美人魚 我覺得他們要告訴你的是 你是非常有智慧的 你是非常有智慧 像我們剛剛講到 紫色能量這個共振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其實內在是非常多的智慧的 你必須去看到你的智慧 而且把這個智慧運用在 你可以運用的地方 你想要運用的地方 通常你的智慧 現在被體現在你生活當中 應該是有點像小聰明 或是有一點點 人家說的就是可能 能力很強 才能很多 這樣 可是 你並沒有把它運用在 你真正應該 運用在的地方 就是你想要運用在的地方 你都有點像是 有一點 不是那麼的 以一種 我想讓這個才能發揚光大的 這個心態去面對這件事情 它有點像是 我知道我有這樣的能力 然後我有這樣的智慧 但你沒有把它運用在 你的生活上 你沒有把它運用在 你可能想要去進展的工作上 你想要面對的愛情課題上 你並沒有把你的智慧 用在這些東西上面 它們像是一個 就像這邊有一點亮點 那邊有一點亮點 但 就只是稍縱即逝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也讓我感覺有一種 你們常常也會有一種 僥倖的心理 對 你們會有一種 喔 我就 我就剛好用到這個能力 然後做好這件事情 喔 這樣就OK了 那種狀態 喔怎麼會剛好突然這個樣子 就有點像這種狀態 你並沒有 真的認真的去看待你這些 這些智慧 你的這些才能 你都用一種比較敷衍的心態去面對它 對 所以我覺得這類型的朋友 你要去注意到的是 你是非常有智慧的 你的美人魚指導力 你的獨角獸指導力 都是要告訴你說 你是非常有智慧 你是有能力去化解 你現在人生中面對到的課題 對 那要怎麼去面對它們呢 你就是要去好好的 把自己剖開來看 你必須去學會覺察 你必須去覺察你生活中的每一個大小事 每一件事情中你不能去遺漏它 你必須去覺察你到底有哪些情緒 為什麼我有這樣的行為 你要逐一檢驗 懂嗎 你這樣你才能夠確保 你這個人的能量是乾淨的 因為我看到這類的人 可能你們其實能量 對能量是非常敏感的 就是對他人的情緒非常敏感 當有一個可能能量比較不乾淨的人 能量比較低 不能講不乾淨 能量比較低 或是他可能有一些比較 不舒服的負面情緒的時候 可能來到你身邊 不用到你身邊喔 可能 兩三公尺外 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這個氛圍怎麼突然好像凝結了 你會感受到不舒服 可是這類的人 卻也很容易 因為你感受力非常的強 獨角抽乾美容要告訴你的是 你感受力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你也很容易去 讓自己跟別人共振 所以你也會因此就 你知道突然變得很沮喪 突然很想躺著 亂想事情 就像這種狀態 對 你們可能沒有看到 鏡頭後的我 因為你們只看到桌子 我就在講這些 因為我手都一直在那邊 回來回去 因為我覺得 這樣才能去彰顯我 就是講這些話的力量 對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你會 那個感受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你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 那 這邊要告訴你 當你去 能夠整理自己 能夠去覺察自己的時候 你不會讓自己那麼容易 你可以敏感的察覺到 但你不會讓自己跟別人共振 對 你不會受到他人的影響 你會很清楚去有一個界線出來 哦 這個是他的 這個不是我的 你就不會 你知道跟人家這邊 好像糊成一團 那種勾勾笛的感覺 對 這個就是要靠覺察 你才能夠去發現的 所以美人魚跟獨角 所要告訴人的是 你必須 必須 必須去好好的看看自己 還有哪一些情緒沒有流露出來 因為我可以看到這群朋友 其實你們內在 會有一些 已經 擺了很久的課題 很久的狀態 但你沒有去處理 或是你可能就是 只看了一點點 碰 就是好像你去 泡冷泉 然後你腳碰到 然後說 夠了 你知道這邊很冷 但是你就腳碰一下 夠了 夠了 但你並沒有去 真的讓自己感受到 哦 這個 這個課題是怎麼樣 那我應該怎麼解決 對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唯有自己體驗完整了 我們才能夠真的放下 那獨角獸跟美人 要告訴你就是這件事情 對 還有就是你 一定一定要覺察 不然你很容易 被人家的情緒帶著走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什麼樣的指導力 在你的 靈魂團隊裡面呢 那我剛剛講到前面有一個 那個 觀音嘛 那我後面又跑出一個是類似 綠杜母 杜母類的 神明 就是綠杜母 白杜母 類似像這樣的神明 對 那以我自己的認知下 我可以感覺到他們是 非常的平和 peace 慈愛的 對 那他們所散發的也是 愛的能量 所以 我剛剛講到說 不一定是 完全是觀音的形象 有可能是一些 有關愛的 有關慈悲的 這樣的一個神明 會是在你的 指導力團隊裡面 對 那這個朋友 我要再提醒一下 可能最近你們會有一些 很想吐的感覺 那是因為你們內在有很多 累積下來的一個狀態 我說的吐是可能就會突然很想吐 或是你們可能會突然拉肚子 那是因為你內在有很多需要 帶清理的東西 對 這類的朋友就是有點像 很不落地 我說的很不落地 是的確你們頻率 你們的頻率是 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會飆得很高 你們會突然活在那種 就是無我的境界 就是那種 突然覺得 這世界是合一的 這世界都非常的美好的 那種狀態 可是你們又會瞬間的掉下來 然後看到非常恐懼的事情 所以這類型的朋友 你們是非常非常的 那個能量是非常的 不穩定的 對 那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對 那也代表說你們累積了很多很多 髒污在你們的身體裡面 所以你們必須一定要懂得去清理 不然你們 這已經會有開始影響到你們的身體了 這是你們要注意的部分 對 那你們的指導力也要告訴你們的是 你們可以去從情緒下手 對 那通常我剛講到就是 通常累積的這些都是已經長久的問題了 它不會是現在星星 就是星冒出來的問題 是長久的一個狀態 對 你們可能很久很久的狀態的一個課題 通常都跟原生家庭有關 所以你們可以從這個方面去著手 有關爸爸 有關媽媽 有關整個家族的議題 都值得去參考 這邊再提供一個方式是 可以去問問自己 今天我是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會怎麼看待我這個人 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去挖出一些很深的信念 去做解決 對 去問說 我是我自己的爸爸 我是我自己的媽媽 我會怎麼看待我這個 這個兒子女兒 我是我家族的人 我會怎麼看待我這個 這個親戚 這個家人 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去 好好的抽絲剝繭 看到許多問題 你會知道 因為我們會知道 是外面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的投射 你透過這樣的角色互換 會幫助我們去釐清很多的狀態 你會看到你內在真正的投射是什麼 那這個方法是蠻好用的 就大家可以使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那這個理解之下 你也會發現說 其實可能很多時候你誤會的一些事情 並不是你所想的那樣 可以看到這群朋友 當你們擁有慈悲的心的時候 你們是要去解開誤會的 對 你們要如何擁有慈悲 就是先讓自己不要有結 所以我看到這群朋友 你們內在其實會有很多誤會 有很多結 是需要去打開的 OK 那我再看看還有什麼樣的指導力呢 好 這邊補充一下剛剛落地的一個狀態 你們必須讓自己好好的面對你們實際面的問題 因為 這個才能幫助你們的問題 就是能量穩定下來 不管你們頻率多高 你們現在就是在地球 體驗地球的人事物 所以你們必須讓自己好好的 透過用地球的方式來做體驗 用地球的方式來幫助自己成長 而這樣的行為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幫助到這個地球 去做一個揚生 做一個提升的狀態 選到這塊礦石的人 應該很多人是光智工作者 抱歉我撞到我的相機了 光智工作者 心機種子 療癒師 各種身心靈的一個 老師們等等之類 可能選到這個礦石很多人是這樣的一個存在 那這要告訴你的是 選擇來地球這件事情 就現在已經發生了嘛 對不對 你們就必須用地球的方式去做體驗 去做療癒 去做 去做 去做你的課題的休息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去幫助這個地球 往上揚生 去往更好的世界 更好的頻率邁進 對 可是當你只是用空想說 其實那是不著地 地球人是聽不懂的 地球的能量是搞不懂的 所以你會覺得很心累 你可能推一件事情 推你想推的事情 推都推不動 那是因為你並沒有讓自己 真的落地在這個地球上 你沒有真的讓自己 用地球的方式去展現你的樣子 給別人看 好 你一定要用你體驗過的方式去告訴別人 那別人才會去追隨你 才會去幸福你 所以落地是非常重要 落地並不是要我們要 並不是要我們去 去接受恐懼 而是讓我們去 好好的面對它 好 然後用地球的方式讓自己的靈魂 去增加這個體驗 透過這個體驗去散播出去 讓別人感受到 讓可能需要被你帶領的靈魂 發現 我知道 原來是這個樣子 原來可以這個樣子 原來感受到身心靈內在 是多麼棒的一件事情 你必須用你的身教去教導別人 那現在你就卡在一種就是 你自己已經不是用地球方式 那自然這邊的靈魂它是聽不懂的 那聽不懂狀態下 當然你就找不到共鳴 甚至你就推起來很費勁 對 所以這類人可能現在也會有一些 嗯 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難 或是生活上的一些 實質上的一些卡關 那其實要你學會就是 面對你的實際面 用 人類的 地球的 方式去面對它 而不是整天在那邊 空想 整頓心靈 整頓內在很重要 但 結合外在的行為 也是 你必學的一門課 這就是你來地球的目的 OK 哇 我突然講到這個 非常的有感 那我們來看看 還有沒有什麼指導靈 要告訴你的呢 好 選到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還有一個指導靈 是大天使 拉菲爾 那其實只要是充滿療癒力量的 高齡存在都是 就是那種 比較充滿療癒力的 比較充滿那種 去散播 內在瓶靜的 都是 所以大天使拉菲爾 要告訴你的是 嗯 不要默示自己 感染別人的力量 對 你不要去默示它 也不要去忽略它 你說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 它都充滿著力量 它教導你就是去正視自己的能力 正視自己的療癒力 好 當你能夠去看到這些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 注重自己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講的每一句話 這很切合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你必須先升教 所以當你真的去 重視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知道 我要做哪些事情 好 我才能去真的把我這樣的能量 傳播出去 OK 你內在感受到愛 你才能把外在表現出愛 你內在沒有愛 外在是去表現愛 那只會越來越空虛 你內在不平靜 你外在想表現平靜 那是假平靜 當一個事情出來的時候 一個事件進來的時候 你自然翻船 OK 所以選到這顆曠者朋友 你們有這樣的 這些的這樣的指導力 我覺得非常的豐富 對 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全部都有 有些人可能只有 一兩個 那都沒有關係 要告訴你就是 這類的朋友 你們必須好好的 結合你的內外在的狀態 你不能讓自己 那麼的起伏 OK 那我們來看看 大天使療癒卡 要給你們什麼樣的訊息呢 好 第一張卡是 宰哥宰武 第二張卡是 家長 第三張卡是 防護自己 好 我有點太外面了 我把他推進來一點 好 我們來看第一張 宰哥 宰武 那我們來看他的文字 透過音樂與舞動的神奇力量 展現自己 同時也喚醒你靈性的感官 那我覺得這一張卡片要告訴你就是 你必須要讓自己的身體動起來 隨著你的感受 隨著你的 嗯 選擇的音樂 選擇的一些 嗯 音頻 去讓自己 展現你的 呃 模樣出來 去發動你的這個能量 OK 那我覺得這要告訴你就是 你必須去好好的展現自己 再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張 是 家長 在神聖的真理中 你的父母一直全心全意的愛著你 天使會協助你平復所有 與你母親或父親有關的傷痛 我覺得跟剛剛我講到說 你們的原生家庭這個部分 有非常息息相關的一個狀態 那他告訴你就是 你必須去理解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告訴你愛這件事情 所有東西都在把愛傳遞給你 OK 當你沒辦法看到愛的時候 有可能是我們內在自己 嗯 並沒有讓自己認為我有 我有值得愛 我有 我有愛別人的能力 對那這都是要為了讓你看到 那我像我剛剛提到的 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為了讓我們發現這個事情 OK 非常的同步性 那我們來看看第三張 防護自己 OK OK 好 光很亮 想像一個充滿療癒能量的光碱 包裹著你 為你抵擋刺激性或恐懼性的能量 這很切合我前面講到的就是 你們很敏感 你們的感受力很強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 你們可以現在開始時時刻刻去 每一天想像自己被一個光球保護著 你們在這裡面是完全安全的 你們在裡面是可以完全平靜跟安心的 處理自己的人生課題 不需要受到他人的共振 對 你們可以透過這方式去 先去穩定自己 那久久是當你真的把自己能量 處理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足夠穩定的時候 你就不容易受到別人的起舞 而且在那個時候 你會非常清楚知道 現在到底是不是你的情緒 還是那是別人的 現在附著在你身上 你會很明白的知道 可是在這之前 你可以先做這件事情 OK 很重要 大家要記得要先保護自己 OK 那這三張卡片呢 以及剛剛的通靈訊息 送給選擇第一顆礦石的朋友 那我們今天解析就到這邊 又要是喜歡我的解析 歡迎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OK 那想要看更多靈性的文章啊 或是想多認識悠悠 歡迎去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追蹤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顆 礦石第二顆 選擇天使石圓礦的朋友 你們好 那我們來看看 你們的指導靈 有哪些 我覺得很有趣 對 我可以看到你們的指導靈 有些是偏向非常小孩子 狀態的指導靈 嗯 假如是以我們台灣熟知的一些 一些神明的話 比如像三太子啦 這樣的一個存在 那會比較是那種天真活潑的一些指導靈 然後動物靈也蠻多的 就是你們可能有些朋友 是你們有過世的寵物 或是一些過世的 或是力量動物等等之類的 過世的什麼 就是過世的寵物 或是力量動物等等之類的 對 你們的指導靈裡面 有蠻多這樣的一個存在 就是充滿著這種天真活潑的感覺 那種非常童真 非常童趣的一個狀態 那他們要告訴你的是 嗯 保有你內在的 純潔 然後去記得你是誰 他們在告訴你 是記得你是誰 記得你是一個 有點像你必須想起來 你投生以前 是為了什麼來到地球 是為了什麼去 做這樣的一個投胎 他們有點像這種感覺 你必須去記起你是誰 記住你靈魂的本質是什麼 他們要你想起這件事情 那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這類型的人 你們只要能夠 保持你們內在的沉澈度 那我說沉澈度是 因為像這類型的朋友 我可以看到你們 可能對於生活 會有許多抱怨 我比較直白 因為這就是訊息嘛 所以我就直接跟你們 你們可能對生活有很多抱怨 或是有很多壓抑 就是你們可能面對到生活的 一些難題啊 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們會選擇壓抑下來 或者是不斷的抱怨它 但你們要想想看喔 抱怨這件事情 或是壓抑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我們把眼光 限縮在我們不喜歡的事情上 所以我們當然都只看到 我們需要抱怨 我們需要壓抑的部分 對 那 可是當這樣的一個狀態 它就只會讓你的頻率變低 或是讓你整個人是變得非常複雜的 OK 因為你就完全聚焦在你的恐懼上面 他們要你做的是 不用害怕表露情緒給別人看到 不用害怕流露情緒給別人看到 即便你今天已經二三十歲 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 你仍然是天之子 好 你仍然能夠保有純潔的靈魂 純潔的心態 在你的生活當中 對 那這類型的朋友也會遇到一個狀況是 你們會活得比較戴著面具感 對 因為你們過度壓抑嗎 或是你們內在有很多抱怨的聲音 可是 你又想讓自己往正向的方面走 所以你就會變得有一種面具感 你並沒有去宣洩你這些狀態 然後 為了讓自己表演正 表演正向 我說的是表演 表演正向 所以你就必須 做另外一個樣子 所以有點像是心形不一啦 你的真實內在跟你的外在是不合一的 那這樣的話 你當然你整個人的行為 你整個人的狀態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這類型的朋友可能常常會 面對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就突然潰題 對 但這個方式其實是很難受的 也會讓你非常的感覺情緒不穩定 對 那也會讓你在思考事情上面 會變得比較局限一點 在你可能做選擇的時候 變得比較容易被小我的聲音給絆住了 小我是來幫助我們的 但是他們有時候發出的一些恐懼的意念 是會影響我們的 當你不夠重力 不夠沉澈的時候 你就容易做出這樣的一個選擇 所以這類型的朋友 不管是你的力量動物 不管是你的動物靈的指導靈 或者是所謂的我們剛講的 比較童趣的高靈存在 他們都是要你看到說 不用把自己搞得這麼複雜 想哭就哭 想生氣就生氣 可是一定要做一件事是 當你流露情緒之後 你必須回頭看看 為什麼你會這個樣子 我們在這個氛圍裡面 多加反省的這個能力 這個時候 你的靈魂就能夠自在地去 表現透明的樣子 你會清楚地知道 我有哪些意念 信念在牽絆著自己 而這樣你才能夠溫柔地對待別人 平和地對待別人 因為你已經先好好的對待自己了 所以我看到這群朋友 其實你們非常的不會照顧自己 你們有點 曲解了 同趣這件事情 或是保有同性這件事情 你們變得像是 這邊比較直白一條大家比較神奇 變得比較不負責任 我說的不負責任是 不對自己這個人負責 你不對你自己的感受負責 你不對你的心情負責 你不對你內在的那股欲望負責 遇到問題就是去面對它解決它 而不是不斷地壓抑它 或是裝好人 因為那只會讓你 在最後一刻爆發出來 然後感受到非常痛苦 那你的生活自然就會感覺到很多阻礙 所以這類型的朋友 你們的指導領 其實最主要是要告訴你們 必須保持你們內在的純淨感 你必須不斷地去沖刷這個部分 OK 好 我們再看還有什麼樣的指導領 這組朋友你們跟 你們也會有指導領 是你們過世的親人 比方爺爺奶奶啦 爸爸媽媽啦 兄弟姐妹等等 反正就過世的親人 對 那他們主要是來撫慰你們的傷痛的 所以 嗯 假如選到這顆的朋友 你們 有感受到你們有很思念的人 就是可能他的離去讓你們很難受 直接在心裡跟他對話 我說跟他對話是 你就直接把你的痛苦告訴他們 他們要你做的事 去找到一個人 分享你的痛苦 那當然有些人就覺得 我不想給別人脫 我想自己解決 OK 這個指導領他的存在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你對他有很多思念 你對他有很多的愛 老師我講到這邊有點哽咽 你對他有很多的感受 你對他的離去讓你的生活 好像頓時間少了些什麼 不要害怕 不用去裝堅強 在你的內心好好的跟他訴說 他是來撫慰你的傷痛的 他是來協助你走出這個難關的 所以選到這顆礦石的朋友 請你不要害怕面對懦弱 你是非常值得被人家好好保護著的 好嗎 所以這類型的朋友 這個礦石的朋友 你們不要 把自己包裝太武裝了 我看到這些朋友 這當然非常的武裝 就算你們真的不想留給別人看 你們也要在夜深人間的時候 好好誠實地面對自己 那我剛好提供方法 你可以點一個蠟燭 去買一個你喜歡的味道的蠟燭 然後有礦石也可以 你喜歡的食物也可以 他的照片也可以 點了蠟燭拿他的照片 放在你的胸口 礦石放在你的胸口 你們的紀念物放在你們的胸口 好好的去跟他訴說 你內在的悲痛 那那一刻你會得到非常強大的抚慰能量 你會感受到有一股 他就在你的身邊一樣 OK 所以過世的情人 過世的你愛的人 是你的指導力 那你可以好好的去跟他 去感受到他的溫柔 這時候你就知道其實溫柔一直在你的心中 他要教會你的是如何溫柔的對待自己 你值得被好好的對待 你是一個這麼棒的人 你是一個這麼善良的人 你們的本質是非常善良的 抱歉我講到這一段我自己都有一點動容 所以可能情緒上比較激動一點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通靈的狀態下是 我很容易去感受到各種 各種情緒各種頻率 所以我是非常的 我感受到非常內在一種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真的你們都辛苦了 真的不用去裝堅強 好好的 流露你的情緒 跟他述說你們的情長 你們會得到非常大的安慰的能量 而那一刻你們才會真正去釋放 你們才感覺到 啊 很舒服 OK 那我來看看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指導靈存在 這類型的朋友可以去點我 之前的有一支影片 我會放在資訊欄 就是那個 力量動物的影片 那你們可以去看看你們有什麼力量動物 可以去協助你們 那我這邊有看到你們有共同的一個 力量動物 它是 蛇 那不管什麼顏色都可以 蛇 OK 那蛇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要我們去分辨善惡 當然還有療癒 對 那因為我本身我自己的 力量動物蛇 它是來幫助我做療癒的 對 但是我覺得這邊它要教導你的是 去分辨善與惡 對 我覺得這類的朋友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是 你們的內在其實是非常容易相信別人的 非常容易信任別人的 你們認為這個世界都是善良的 但可能你們現在外在的表現 並不是認為這個世界是善良的 你們可能經過一些事情的洗禮 你們是 有點變得極端 因為我們知道個性跟信念 它是會有一個兩極化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們有 認為大家是絕對善良 那你們一定也會有認為大家是絕對惡的 這兩個是互相的 兩位議題的一個狀態 對 所以其實更帶你們的真實出發點是 你們都認為這個世界都是善良的 所以其實你們很容易去相信別人 那你們的最常做法是 一開始你們會裝作好像 就說我要保護自己啊 我要那個怎麼樣 所以你就會認為大家都是壞的 可是只要那個人對你示意一點 好像就馬上就 就開始相信這個世界都是好的 這個人絕對是好的 他是善良的 可是他們要你去觀察細微處 那不是要你說絕對把別人想的壞了 而是去 一個人他身上不會只有 某一面 他會有很多面 你們要懂得去分辨 這件事情 不要因為你認為他是善良的 你就全盤接受他所有的事情 OK 你要有分辨力的 你要去分開來看 他某一部分是某一部分 某一部分是那一部分 你們不能把他全部掺和在一起 因為這只會讓你們在人際關係上變得非常的糾結 甚至最後你們要嘛就是全盤接受 要嘛是全部放棄 所以這類型的人會有一個狀態是 你們會有很多 就是 很多朋友的感覺 可是 真正了解你的很少 對 真正你會認為走進你內心的人很少 因為你會覺得我已看破紅塵 這類型的人可能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已看破紅塵的那種狀態 但其實你根本沒看破 對 你還是活在那個回憶圈裡面 可是當你去能夠分辨出來說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的時候 你就不會 你就可以很自在地去端出不同的樣子 去跟不同他的面向相處 OK 比如像 你沒有到這個人可能 他會常常抱怨的時候 你就清楚知道說 喔我只要聽就好 我不要去接受 不要跟他負荷 因為那只會讓你自己也變得 有去變小 OK 可是他同樣還是你的好朋友 他同樣還是有他善良 可能他同樣還是有他好的一面 他可能 很會替朋友著想 OK 那我就會換一個方式 去跟他這個替朋友著想的他相處 不需要因為他可能 你可能這類朋友 這類的人可能會因為 他很愛抱怨你就遠離他 可是你就忽略他其他部分 或是他很為朋友著想 所以你就跟著他一起去 做一些你可能不願意的事情 所以這類的 這顆朋友 這顆朋友 抱歉 選擇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去懂得去分辨這件事情 然後 用不同的面相去跟他不同的面相相處 不要去一概而論 這樣子你很容易在人際關係上去產生一些 摩擦 產生一些不舒服的狀態 OK 那我還看到的是 你們也有一個 指導臨時 大天使 拉貴爾 OK 所以這類的朋友 其實跟藍色的能量非常有緣 藍色 水藍色 淺藍色 天藍色 這樣一個藍色的能量有緣 有緣嗎 有頻率對到 對 那你們最主要要學的就是 如何去表達自己 如何去講述自己 好 這跟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去表達情緒也是一樣的 那都是藍色的能量 該做的事情 因為只有這樣 你才能夠真正的打開你的通道 那這個通道是讓你可以更 隨心所欲 更自在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OK 那這類型的朋友啊 大天使拉貴爾 要跟你們講的是 你們必須去 好好的 去懂的 去跟別人講 你的感受 去跟別人講 你去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還有一些人際關係上的處理 你必須去了解到的是 每一個人他都是獨立的個體 雖然我們都是合一的 但我們各自在體驗著 這個宇宙需要的 不同面向的事情 所以你並沒有辦法真正的去 改變任何一個人 你唯一能改變的是自己 而當你改變自己之後 你自然就有判斷能力去決定 你要如何跟這個人 做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 選到這顆礦手的朋友 你會有一個 現在一個執著的狀態是 你可能真的很喜歡他 但他有一些部分上 你不喜歡 你就會想盡辦法 想要把他那個部分改變 可是當你 那其實那一部分是 投射你內在的 一部分的一個課題 可能不安全感 可能是你內 你有相同的一個狀況 可是其實當你真的去解決 你這個部分 你內在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然後其實一切 你就會知道我該做 如何做去做選擇 OK 然後還有部分是我剛剛講的 去表達你的感受 你去講出來了 在講出來的那個瞬間 其實你也是在對自己喊話 你也是在整理自己 那一個剎那你就會知道說 喔這個不是我要的 喔這個是我要的 對 OK 所以這類型的朋友 你們有一個很大的 拉貴爾 他是在教導你們這樣的一個事情 OK 好 那通理訊息呢 就到這邊 我們來看看 大天使療癒卡 要給你們什麼樣的卡片呢 好 第一張 哇 第二張 喔 すごい 第三張 OK 哇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張 你是強大的光行者 你可以安心施展個人的力量 當你運用心靈的力量 以愛為上 為上天 服務師 會帶來莫大的祝福 那我覺得這類型的朋友 是要告訴你們說 保持你們內在的成澈度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內在有顆非常溫柔的心 那你的個人的光芒也是非常強烈的 但這只取決於你這個人 有多大的 有多乾淨 你不能講多大 就是多乾淨 這樣的一個狀態 當你能夠保持乾淨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施展你個人的力量 OK 那當你吃乾淨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愛一直在你心中 OK 好 我們來看第二張 家長 你們要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點第一顆看 因為第一顆 他有提到家長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選到這一顆 你們可能 也會有人對第一顆有興趣 或是你們會同時選到這兩顆 OK 我看到你們可能會選到這兩顆 同時選到這兩顆 或是這兩顆 你們猶豫不決 那其實這兩顆 很多部分是 嗯 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可能面相不一樣 對 好 在神聖的真理中 你的父母一直全心全意地愛著你 天使會協助你平復 所有與你母親和父親有關的傷痛 我覺得這告訴你的是 你就是一個孩子 你的父母一直都把你當作孩子看待 你要保持這樣的一個塵澈的心力 去看待父母對你的愛 那不是要你變得就是媽寶啊 或是爸寶啊 什麼之類的 富寶啊等等之類的 不是 而是要你去看到 這個愛一直在流向你的 當你成為一個孩子的時候 你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這件事情 可是當你 把愛擋在外面的時候 當你不想去保持這個塵澈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很 你知道 以這個社會的規範去 我已經30歲了 我已經20歲了 我已經40歲了 我是一個大人了 這個狀態 你就把父母對你的愛擋在外面 你卻沒有辦法透過這方式去看到 真正的課題是什麼 真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他要你看到的是 你一直都是被愛著的 OK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會有過世的親人 OK 這個部分也扣合到過世的親人這件事情 去與他們訴說吧 OK 也許 這些過世的親人 曾經帶給你很大的傷痛 但是你為什麼仍然想念他 是因為你相信愛這件事情 那你就去向他們訴說吧 OK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章 全新奉獻消除緊張 將所有的心思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上 我要如何讓世界更美好 吸引力法則就會立即到達 達到你的訴求 我再念一次 將所有的心思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上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要如何讓世界更美好 吸引力法則就會立即達到你的訴求 我覺得這張牌要告訴你的就是 你不用去想 你不用去害怕 去改變這個世界 改變你自己 你只要想著 我要如何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我這個人 我要怎麼讓自己更好 去想 那這個答案是什麼 當你想通了 自然而然 所有的好處 所有你想要的事情 所有的豐盛都會來到你面前 他要你去放下這些 不必要的擔憂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前面講的 我前面講的那些 就是你有很多情緒壓在裡面 把這些全部消除掉 你會清楚知道你是非常有能力的 就像我前面講到的 你是強大的光行者 OK 那這三張牌 以及前面的通靈訊息 送給選擇這顆礦石的朋友 那今天的解析就到這邊 要是喜歡我的解析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就幫我按個訂閱 要是想要看更多靈性文章 還有悠遊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IG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好 我們接下來呢 來到第三顆礦石 綠幽靈水晶柱 好 我們來看看 你們的指導靈有哪些 好選擇這顆礦石的朋友 我看到你們的指導靈有 喔 都是比較強壯為伍的 強壯為伍的 對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指導靈 第一個跑出來的是大天使 麥克 那他本身是一個非常勇敢 果斷 毫無畏懼的一個 天使 我都稱他為戰鬥天使 對 他是一個非常勇敢的 非常接近神的 甚至是神的代言人的一個天使 那他本身是一個 擁有強大的 毫無畏懼的能量 對 那我覺得他要教到你的是呢 勇敢 果敢 果斷的 去切除所有與你不相干的負面事物 你要去學習切斷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有可能是你的人啊 事啊 物啊 比如像可能 你不喜歡的人 你不喜歡的工作 你不喜歡的房間 擺設 家具等等之類的 勇敢的斷捨離 這是他想要教導你的事情 因為你已經把自己置於同樣的一個 低頻的狀態 那你自然而然 就會一直營造這樣的一個恐懼出來 營造這樣的一個害怕出來 營造一種比較低頻的生活出來 他要你的是勇敢的去切斷他 我相信選到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一定有感覺 你必須做出一些 改變 你必須做出一些 跳脫 可是 你們不敢 那這樣的不敢 就會被你解釋為說 我很念舊 我人很善良 等等之類的 但真是如此嗎 還是你只是不夠勇敢而已呢 還是你只是怕失去什麼呢 大天使麥克要告訴你的是 你並不會失去什麼 你只會迎來更好的生活而已 你只會越來越接近自己想要的樣子而已 這些拖累你的人事物 早就已經不符合你了 為什麼你還要去遷就他呢 那當然這裡面牽扯到的就是有很多你的內在自信課題 所以大天使麥克要告訴你的是呢 去做一個有自信的人 去看到自己的價值 那要怎麼看到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不是要你把職業馬上換成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怕有些人會這樣誤解 而是要你去沉浸在自己喜歡的事情裡面 你自然而然會感覺到 喔 我既然能夠做好這些事情 那我很棒耶 OK 透過這個方式去建立自己的自我價值 那你們也要練習的去 練習的去內化這個東西 而不是 喔我現在覺得我很有價值 然後過一秒我又覺得 喔我怎麼好像很爛 那代表你並沒有用力的去過這個課題 OK你要不斷的說服自己 不斷的透過你眼前看到的事情 去證明去告訴自己 OK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 你們有很多這樣的負面的 那樣的人事物在你們的旁邊 所以一定要學習的去切割 那一樣你們可以在心裡 呼請大田石麥克來協助你 好協助你去做這樣的切割 那是會非常有幫助的 OK好我們再來看看 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指導靈 好有些朋友的指導靈是 關公 我剛剛講的是比較勇敢 果敢的一些熱情的一些高齡 那這邊還講的是一個關公 那關公的部分呢 他講到也就是 你們必須去 認真的看待自己的生活模式 認真的去看待那些 讓你們不舒服的小人啦 或是讓你不舒服的一些事情 原因是因為 這些都是從你內在發射出來的能量 你內在也覺得這個世界對你來說 並不平衡 並不公平 所以你很極致的去追求 這個世界的公平正義 但是因為你內在就是認為這個世界不公平 所以不斷的顯化 不斷的投射出來 就是你會 一直看到這個世界不公平 不公義的樣子 這時候就要回到你身上去看看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一個信念 那我看到這群 選擇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們有很大一個部分是 你們成長過程當中 曾經受到這樣的對待 那當然這個課題也是來自於你們的 原生家庭還有集體意識 你們曾經這麼認為著 你們曾經認為說這個世界就是 就是對我不好 這個世界就是不會對我善良 而這個世界就是對我不公平 不公義 或是你們本身的出身條件 就已經是讓你覺得到不公平了 OK 那這是靈魂天生的課題啦 所以這個就是讓你去發現到這個部分 觀光要協助你的就是去看到這些事情 你必須先去放掉這個信念 好嗎 你必須先去放掉這個信念 你才能夠真正的去看到 喔 這個世界其實是平衡的 不平衡的人是我 我要如何去調整 OK 你要去做出相對應的行為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當然不是要我們去委屈自己啊 以德抱怨啊 而是 面對你真的不喜歡的事情 勇敢說不 面對你真的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不要害怕說出口 努力的去追求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 OK 所以觀光要你的是 你要充滿勇敢 充滿跟剛剛前面大天使麥可一樣 你必須去充 有果斷的內戰 你必須堅定自己的立場 你必須學會堅強 OK 好 那我們再看看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指導靈 喔 我有看到你們有一些人的指導靈 是跟山有關的 比如像大地之母 或是一些山林 山裡面的靈 或是一些 有關土地的神明 對 因為我跑出有土地公公 土地爺爺 很可愛 對 那我覺得當然不只是指導靈公 而是我剛剛講的有關山林 有關大地 有關 山林 有這樣的一個樹啊 等等之類的這些林的存在 他們要告訴你的是 放鬆你的內心 好 所以這類前面其實很適合去接近山林喔 很適合去接近那個山裡面的樹木 對 去觸摸大地 你可以去光著腳丫 在公園裡面光著腳丫 去踩那個草地 去感受這個踏實感 去感受這個放鬆的時刻 因為現在我相信選擇這個礦石的朋友 你們應該很多人的情形是非常的緊繃的 你們的生活是非常緊繃的 讓你感受到非常多的壓力的 對 所以他們要你看到的是 你必須先去放鬆你的內在 那透過接觸山林 是能夠幫助你們到這些部分呢 那記住一個部分是 當你們接觸到山林的時候 一定要懂得保護自己 我說的保護是 你們可以先架一個 防護網給自己 讓自己在這裡面放鬆的時候 不受任何外來物的干擾 OK 這個是要記得做的 那很大一個部分是 你們必須學會放鬆 你們這些山中的神靈阿 土地爺爺阿 大地之墨 都要告訴你說 請你安心吧 你是絕對被保護好的 因為你看你們的 有些可能有 關公 大天使班 他們都是非常戰士 你知道 就是 冰來降黨 水來吐焰的那種氣勢 就是你們不用擔心 你們是被保護得很好的 很多時刻都是你自己太過緊繃 太過緊張了 放鬆 讓自己的生活步調慢一些 我看到某些朋友 你們的生活步調非常的快速 所以這個這類的山裡的指導力 他們要告訴你的是 放鬆你的內在 放鬆你的心情 放慢你的步調 去選擇一張你喜歡的音樂專輯啦 放音樂或者是手機 反正就是你的音樂清單 去挑選一下 讓你覺得聽起來很舒服的音樂 好 選擇一個假日 好 帶這個音樂上山 或者是在家裡 放這個音樂 享受一頓美好的餐點 都可以 你要先學會讓你的步調完全的放慢下來 試著在走路的時候呢 去腳踏實地的每一刻 OK 你真的去踩著那個土地 去感受到你很真實的存在在這個地方 你很有安全感的走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選擇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注意到這部分 你們必須讓自己完全的放鬆 而且我可以看到這群朋友 然後你們內在有很強 有一些朋友是有絕望的 對生活是產生絕望感的 這個是要注意的 就是 你們其實是被保護得很好 現在這個絕望只是去 投射出你們之前 沒有好好處理你們的狀態的一個 你們一個緊繃的一個 投射出來的一個外顯現象而已 你們要下一集會是去放鬆 去放掉這些絕望感 去原諒自己 當你能夠原諒自己的那個時候 你的心情會整個放鬆下來 你會更清楚知道 我現在該往哪走 我該拿出什麼樣的力量 對 所以選擇到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必須先做這一件事情 OK 你必須先讓自己 嗯 清楚的感受到 喔 我現在是要 好好的 放鬆 OK 好 那我再看看 你有什麼樣的 嗯 知道了 請 唉唷 好 選到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們有 唉唷 怎麼都是 你們真的 請你們不用擔心 你們真的是被保護得很好 很多緊繃都是你們自己嚇自己的 因為你們真的 我可以 這類的朋友 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很怕鬼的 我說很怕鬼 是可能對 就是對那種靈異的事情 就是又愛又恨 你知道嗎 就是你會覺得 我很害怕 但我好好奇喔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OK 好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們這類的朋友 你們有一個 自己下自己的一個狀態 因為你們有知道 你是第一個 我第一個讀出來 是師婆神 然後第二個是 冥界的守護神 阿努比斯 OK 我看到你們有這兩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神神神神神奇的存在 那原因是因為 你們是很需要被支持的 那這兩個其實他們都是帶有一種 你知道那種 很強悍威武的感覺 然後很有那種 那種 處事能力 那種果斷力 那種 給我的感覺是非常的正氣凜藍的感覺 然後我們講到 師婆神是本身是創造跟破壞的神 他們是帶我們看到新生的 冥界之神也是 他看起來好像是管冥界 但其實他管的也是重生這件事情 所以選到這類型的朋友 選到這類型的朋友 你們可能現在面臨到的課題是 重新開始你們的生活 重新去創造你們想要的樣子 之前你們不好的樣子都要結束了 你們即將迎來重生 你們即將迎來新的世界 但在遇到新世界以前 你們要先 好好的面對你們現在遇到的挫折 挫敗 去破壞它 去 看到 喔對我真的失敗了 所以我剛講前面講到的絕望感 對 所以這兩個神明是來去看到 讓你們看到這部分 讓你們協助你們去重生的 OK 那我可以講的是 你們其實是非常有能力 你們是非常 能力非常強 你們學習能力很強的 對 你們是能夠去快速的去學習到事情的 因為我可以看到這兩個神明 他們是非常 他們是非常 凝聚非常多內在能量在內在的 他們是 他們是 跟這個 世界有非常強連結 生與死的連結 溝通的這樣一個狀態的神明 所以你們很多能力是很強的 你們的直覺力也很強 對 因為就像那個誰啊 施破神是有第三隻眼的嗎 在他的頭上 那冥界神 冥界的阿努比斯 他是一個 掌管生死的神明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 強大直覺力的神明 所以要告訴你的事 你必須去看到你的這個部分 你必須去相信你的直覺 可在相信直覺以前 你要先懂得 先毀 先破壞掉 先讓自己 自死地而後生 你要先完完全全認清 我現在就是一個最不好的狀態 而這個時候 你才能夠反彈起來 你才能夠 柳暗花明又一村 所以想要這顆礦手 沒有 施破神跟 冥界神 那個阿努比斯 在教導你的事 重生吧 面對你所 之前所種下的 那些你認為不好的因 面對他 接受他 接著破壞他 那我這邊的破壞 比較像是處理啦 去處理他 下一個路口 你就會看到重生的你 你就會跟他融合 你就會跟他結合 他們已經在引領你到這個方向了 但你一定要下定決心 我看到這組朋友 你們要非常重要的去下定決心 去感受 我想要好好的 面對我的問題 那跟前輩大天使啊 觀光都一樣 你們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 果斷的能力 勇敢的狀態 OK 那我來看看這兩個神明 還有什麼要跟你們說的 請你們不要害怕 他們這兩個神都不會 我覺得他們帶來的能力 那個 凝聚的能量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當你們真的是面對到痛苦的時候 其實可以請求他們 去協助你們釋放這些痛苦 去勇敢的面對痛苦 對這兩個神明是會協助你們做這件事情的 那這類型的朋友 你們也要去關照你們 就是有關 心臟方面的問題 我有看到你們可能有一些朋友 有這樣的狀態 可能有那種心有餘力不足的一個狀態 或是會有那種 你知道 常常感受到 悠傷感受到那種 有一股能量卡在心的這個狀態 心的位置 所以它這個是要你們去發現這個部分 OK 好 這個礦石的朋友 你們有通靈訊息到這邊 我們來看看大天使卡 大天使療癒卡 要給你們 什麼樣的訊息呢 好 第一個 第二章 第三章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章 前世的課題 問題的根本 牽涉 牽涉你的某一前世 請天使協助你想起過往經驗 放下它 從中記取教訓 並獲得療癒 這跟我前面講的很像 你必須先去接受 原諒自己 OK 那我覺得這邊前世不一定是講前世 而是 前世就是平行時空 而是 可能你在你的生活的每一段 時間 你有哪些過往的記憶 是需要被你好好的看著 並放下的 那 阿努比斯 他也會協助你這個部分 OK 你們可以請求阿努比斯協助你們 因為他是掌管 生死的嘛 那 他跟過去這方面 有一些連結 對 OK 所以你們可以請求阿努比斯去協助你們 阿努比斯真的是一個力量非常強 他就像世衛一樣 你知道 鼎鼎的站在那邊 對 那個眼神是 非常銳利的 對 可是他也是 同樣他是內在非常 我自己是覺得 阿努比斯給我的感覺是 因為我 男友本身 他的 指導靈有這樣的一個 生命的存在 那 我自己覺得是 他給我的感覺是非常的 他非常的公平正義 他非常的有能力 他非常的能量非常強大 但他知道 這個世界是以愛與感恩構成的 所以他會 他那個內在是充滿感恩的去 可能 互送 死者 去明和 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的內在是非常 非常非常溫柔的 我覺得 對 可是他外在是表現非常剛強的 我覺得那 有點像溫柔的堅定 那種感覺 所以你們可以祈求 阿努比斯 或是他講的天使 大天使 麥可等等之類的 去協助你 看到 並放下 OK 好 再來 第二張 電纜小孩 你探尋的對象是電纜小孩 意味著一位高度敏銳的天生領袖 我覺得要告訴你的是 你們都有電纜小孩的特質 OK 你們是被 你們是有很多能力 我會跟他講 你們是有很多能力的 你們是非常 需要去認知到自己是有能力的 當你們認知到的時候 其實你們的力量會 會源源不絕地湧出來 OK 所以你必須去看到自己的那個領袖力 自己的那樣的能力 那其實你們可以發現 你們我剛剛講到的所有 指導力 都很有那種領袖的感覺 就是那種你知道 將士阿 勇士阿 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就是要告訴你們的是 你們是有這樣的能力 你們都知道你們這麼強悍 你們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你們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但同時間你們又有一個什麼 山中的一些神靈 是非常具有療癒力的 OK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是 太陽神經蟲 那我回到剛剛電話想 請記得你們是特別的 好嗎 這我突然跑出來的一個訊息 請記得你們是非常特別的 你們受到這麼強大的 靈魂們保護著 你們是非常特別的 OK 不要妄自菲薄了 你們是非常有能力 你們要看到你們的能力 再來 你可以安心的展現個人力量 積極掌握自己的人生 OK這個非常的明顯 我覺得 這個我就不多講 他很明白的在告訴你說 只要好好發揮你內在的光芒 只要好好地觀照你的太陽神經蟲 你自然然 你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生 現在可能我不要 我剛剛講到前面有一個是 我讀到這群朋友有很大的絕望感 來自於你對自己的不信任 來自於你對自己的不相信 但其實你只是沒有被發覺出來 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我朋友跟我分享的 一本書的一段話 他說去寫下你所有的缺點 你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去寫下你所有的你認為的缺點 然後換一個角度去看這個缺點 你如何改變它 或是它可以被用什麼新的方式去做詮釋 你可以從這個方式去看到不一樣的 你的潛能 不一樣你的還有什麼樣的能力 那就是換一個角度去思考你自己 對 OK 那一樣 這群朋友你們可以提醒 我剛剛所講到的所有指導力 去協助你們清理太陽神經蟲 太陽神經蟲是我們的胃輪 在胃的這個位置 你可以提醒他們 在冥想 給這一段時間冥想 去提醒他們 協助你清理你的這個部分 然後去感受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那通常這樣完之後會拉肚子 因為你們要排泄 要代泄你們的毒素 對 因為內在可能太陽神經蟲能量比較弱一點 OK 所以選擇到這顆礦石的朋友 你們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那會幫助你們放下很多不自信的狀態 OK 那這三張卡片 還有剛剛的通靈訊息 就送給這組朋友 那今天的解析就到這邊 要是喜歡我的解析 歡迎幫我按個讚 然後想要追蹤我更多影片的話呢 幫我按個訂閱 那想要知道更多靈性文章 還有悠悠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Facebook 粉專跟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